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 芬兰 杨森 精灵帽 春天来到了母敏山谷 刚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小动物正忙着修建新房子 忙着晒衣服 母敏特洛尔一醒来 就和好朋友斯纳夫 斯尼夫一起朝山上走去 沿途他们和许多动物交谈 不过他们越往山上爬 看见的动物就越少 原来这里的地上雪水纵横 听我说 母敏特洛尔 斯纳夫说 我有个主意 我们爬上山顶去 在那里砌一堆石头 表示我们是冬眠后第一批到达那里的 好 我们马上就去 斯尼夫说完就立即往上爬 他想要比伙伴们先到达山顶 于是他们争先恐后朝山顶上爬去 山顶到了 三月的春风吹拂着他们 脚下是无边无际的绿色原野 西面是海 东面是环抱着孤山的那条河 北面是一片大森林 南面 可以看到母敏特洛尔家的烟正冒着屡屡吹烟 这时斯尼夫看见山顶上有一顶高筒式的黑色礼帽 他们中谁也没见过这样的帽子 母敏特洛尔拾起帽子对斯尼夫说 也许你戴很合适 斯尼夫觉得帽子太新了 他喜欢他那顶旧的绿色小帽 大家决定把这顶帽子带回家去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顶帽子会有什么魔力 也没料到不久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回到家 母敏特洛尔得意地对爸爸说 给你一顶崭新的大礼帽 母敏爸放下报纸 仔细看了看这顶帽子 他发现帽子太大了 不由地叹了口气 这么漂亮的一顶帽子该怎么处理呢 站在一边的斯尼夫说 把它当废纸搂用吧 母敏爸说着就上楼写他的自传去了 斯纳夫把帽子放在地板上 等吃完了饭我们就去看看斯诺克妹 母敏特洛尔说着随手把蛋壳丢进了帽子里 就到花园里去了 接着大家都离开了走廊 就在他们离开之后 奇迹出现了帽子里的蛋壳 开始变成一团团松软的 羊毛状的白色东西 这些东西逐渐增大 把帽子塞得满满的 接着五朵白云状的东西 从帽子里渐渐升起 然后飘到走廊上 轻轻地碰了碰台阶 就漂浮在接近地面的空中 母敏特洛尔和斯诺克妹看见五朵小白云飘来 都十分惊奇 斯诺克妹伸出爪子轻轻一拍 发现那小白云像是棉线 斯尼夫摸了摸 觉得像是小枕头 斯纳夫轻轻地推了一下小白云 只见他往上升高了一点 就又停在那里不动了 这些小白云是谁的 怎么来的呢 斯尼夫问 让我们自己来把他弄个明白 斯诺克妹把一朵白云拉到地上 坐到柔软的白云上 他高兴地大笑起来 斯尼夫也跳到另一朵白云上 不料他刚一喊 哦 虚 驾 小白云就升高了 还在空中绕了一圈 于是他们都跳上摩云 大声喊了起来 摩云随着喊声急剧地跳动起来 斯诺克妹终于发现 用一只脚轻轻地压 摩云就转弯 用两只脚压 他就向前飞 轻轻摇动 他就减速 他们玩得欢畅极了 小白云飞过了树丛 飞到了母敏家的屋顶上 斯诺克妹和斯纳夫发明了一种新的游戏 他们驾着摩云以最大的速度互相冲撞 谁先从云朵上吊下去 谁就算输 斯纳夫大声喊着驾着摩云迅速向斯诺克妹冲去 斯诺克妹激警的一闪 从下面向斯纳夫直冲而去 撞翻了他的摩云 使他一个道栽葱掉到了花园里 母敏特洛尔驾着摩云飞来了 他建议到外面去兜一圈 去找母敏山谷的集邮家赫姆林 吓他一跳 他们瞧见赫姆林了 他正在散步 他们悄悄着陆 大叫了一声 赫姆林被他们吓得直喘气 热闹了一阵子 他们就回家吃午饭去了 第二天早晨 母敏特洛尔到柴屋里去 取头天放在那里的摩云 奇怪 摩云不见了 一朵也没有了 但他们中水也不会想到 摩云和抛进帽子里的蛋壳 有什么关系 他们更不会想到 他们得到的是小精灵的帽子 夏季到了 一天 蒙蒙细雨笼罩了母敏山谷 大家便在屋子里捉迷藏 母敏特洛尔觉得放在屋角里的 那顶时来的帽子 是个绝妙的藏身之处 就悄悄溜过去 把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 尽量把身子缩小 尾巴也放进去 听见其他伙伴都被捉了出来 他得意地笑了 母敏特洛尔一直在等待着 后来他怕伙伴们老是找不着他会感到厌烦 就从帽子下面爬出来 把头伸出门外说 瞧瞧我 他是谁 斯诺克妹差一地问伙伴 大家都只是摇头 眼睛惊讶地盯着母敏特洛尔 似乎看见了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大怪物 奇怪的是母敏特洛尔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见伙伴们惊奇的目光 他突然想到也许是一个新的游戏开始了 他愉快地说 我是加利福尼亚国王 伙伴们以为碰上了丑八怪 也争着相互介绍起来 花园里正在树向日葵的雄蕊的赫姆林 看见了这个丑八怪 说 那是谁 要在这里住吗 斯诺克妹说 他是加利福尼亚国王 斯尼夫说 不知道母敏特洛尔到哪里去了 要住 得由他决定 母敏特洛尔以为大家还在做新的游戏呢 就笑了起来 母敏特洛尔说 要不要去找他 斯纳夫奇怪地问 你认识他 母敏特洛尔认为自己在游戏中扮的角色不错 笑着说 认识 我们是同时出生的 他是个很讨厌的家伙 大家被激怒了 斯诺克妹气愤地说 你竟敢侮辱母敏特洛尔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几句话几乎使母敏特洛尔得意忘形了 他说 真的吗 我认为他简直就是个讨厌鬼 这下糟了 斯诺克妹气得哭起来了 斯诺克妹说 滚开 否则就把你的头当瞪子做 母敏特洛尔笑着说 好了 这不过是游戏 但我非常高兴你们对我评价这样高 这下更是火上加油 斯诺克妹说 我们说的不是你 快把说我们母敏特洛尔坏话的这个丑八怪国王赶出去 大家一起向可怜的母敏特洛尔扑来 他们的爪子像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身上 母敏特洛尔一时争住了 以致忘记了自卫 这时母敏妈出现在台阶上 你们在打谁啊 她叫道 不要再打了 斯诺克妹说 他们在揍加利福尼亚国王 母敏特洛尔好容易财政脱身 怒不可恶的说 妈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这太不公平了 母敏妈虽然同意她的话 可也弄不清是谁 啊 别再玩这可怕的游戏了 母敏特洛尔乌烟的说 简直是恶作剧 我就是母敏特洛尔 你就是我的妈妈 斯诺克妹说 她不是母敏特洛尔有漂亮的小尾巴 美丽的小耳朵 母敏特洛尔抓住自己的一对大耳朵 又摸到自己扫肘式的尾巴 不由得大叫起来 赫姆林呵斥母敏特洛尔是个骗子 母敏特洛尔焦急的说 难道这里没有任何人能相信我吗 仔细看看我 妈妈 你一定认得出你的母敏特洛尔 母敏妈仔细地打量着她 长久地凝视着她的惊恐的眼睛 然后肯定地说 喂 你是我的母敏特洛尔 母敏妈的话音刚落 母敏特洛尔就开始变了 直到最后恢复原形为止 现在好了 我的乖乖 母敏妈说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总是能把你认出来的 斯诺克把母敏特洛尔拉到枝子树丛中 说道 你还做了什么事情 也许你遇见过仙女 母敏特洛尔摇了摇头 我一直躲在那顶帽子下面 在那顶帽子下面 他俩想了想 突然齐声叫道 一定是 话未说完 他俩都争住了 他们决定去弄个明白 他们来到走廊上 小心翼翼地爬到那顶帽子旁边 但是谁也不愿意再钻到帽子里去了 最后决定去弄个敌人 把乙尸放到里面去试试 他们带了一只大罐子来到乙尸出没的沙滩 将罐子口朝上 埋在离沙洞不远的沙地里 然后故意用话去刺激乙尸 引他出洞 乙尸听到外面有人说他笨 要几小时才能钻进沙里 便从沙洞里探出头来嘶嘶乱叫 说只要三秒钟就能钻进沙里去 母敏特洛尔指着埋着罐子的那块沙的说 到这里来钻 让我们能看清你是怎样钻的 乙尸果然上当了 他只用了两秒半钟 就钻进了罐子里 母敏特洛尔和斯诺克迅速把盖子盖上悬紧 推着罐子往回滚 而乙尸却在里面叫骂 到了家 母座特洛尔把所有的小伙伴都召集拢来 说是要证实一下那顶帽子的魔力 斯纳夫建议 乙尸正在变的时候 大家都葬到桌子下面去 以防不测 斯诺克战战兢兢地拧开盖子 乙尸和沙子一起滚进了帽子 斯诺克闪电般地把一本字典在帽口上 大家在桌子下面静静地等待着 一会儿只见字典卷曲了 书页变得像枯萎的书页 书页上那些稀奇古怪的字跳到地板上 到处乱爬 同时茂园上开始滴水 突然在帽子的边缘上出现了一只世界上最小的刺猬 水淋淋的 他眨了眨眼 显得十分困惑 然后爬到门口 沿着台阶缓缓而下 帽子里的水已停止外溢 但走廊上已成了一个小湖 天花板上爬满了稀奇古怪的字 大伙乐极了 在地上滚来滚去 母敏爸和母敏妈知道这件事后 认为必须认真处理 于是他们把小精灵的帽子投入河中 母敏特洛尔和斯纳夫心中十分悲伤 他们感到有责任把那顶帽子取回来 于是他们背着大人沿着河边找去 终于发现帽子飘到河对岸 母敏特洛尔滑进温暖的河水 向对岸游去 他接近了那顶帽子 只见有一小股红色的水 从帽子里不断往外冒 母敏特洛尔用爪子沾了点洪水 尝了尝 高兴地惊叫起来 我的天呀 这是山梅芝 他忙用尾巴紧紧地缠住帽子 游回岸上 背着妈妈又把帽子带回家中 七月末 母敏山谷十分炎热 小动物躲到山洞里乘凉 斯纳夫给大家讲了一个 从喜鹊那儿听来的故事 说是在一座高级了的山上 有一幢没有门的房子 小精灵总是骑着黑豹从空中回家 他每天晚上出去搜集红宝石 装在他的帽子里 小精灵的屋子里到处是红宝石 小精灵一定非常快活 斯尼夫说 在找到那颗最珍贵的国王宝石之前 他是不会快活的 斯纳夫说 那颗国王宝石几乎有黑豹的头那样大 里面有火焰在跳动 小精灵到所有的行星上都找过了 还没找到 却把一顶高筒式黑色礼帽丢失了 我今年春天找到的那顶礼帽 会不会就是小精灵的帽子 斯纳夫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如果小精灵来要他的帽子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斯诺克妹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大家都焦急不安地想到 放在家里的那顶黑礼帽 第二天 斯诺克早早地醒来了 他走出洞子 来到湿润的沙滩上 周围十分静谧 下着小雨 他觉得应当去钓鱼 就收拾好船和鱼具 然后把大家从岩洞里叫了出来 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上了船 斯纳夫慢慢地把船向海中划去 这时母敏妈也起来了 看看天色还早 她一面若有所私地听着沙沙的细语声 一面把赫姆林忘记放进植物标本家的 几株石竹婉成一团 下意识地扔进了小精灵的帽子 然后 他又走进房里去睡觉了 正当母敏妈呼呼睡得正憨的时候 那团石竹却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 他爬到地板上 沿墙壁攀圆而上 挂在帘子上 并伸进一切缝隙 在湿润的空气中 他迅速地成熟了 开了花 结了果 新发的枝条把楼梯都封住了 有的枝条像彩花一样挂在吊灯上 母敏爸正在隔壁房里写他的回忆录 突然一颗成熟的梅子吊在他的稿纸上 留下了一大团年糊糊的记印 母敏爸正想责备母敏特洛尔干的好事 却发现绿色的梅子直向他打来 他不由得大叫起来 喂 母敏妈 快醒醒 快到这里来 母敏妈被叫醒了 天花板上垂挂着许多花环 他说 多美啊 这一定是母敏特洛尔干的 他小心地探开床边帘子式的花环走下来 母敏爸在叫门 门上长满了植物 打不开 他只好砸破了一块玻璃 客厅里成了一片丛林 他这才想到是帽子做的虫 此时 斯诺克他们正在海上钓鱼 斯诺克把钓线捶入水中 等了两小时 他才开始拉线 连拉了十几个钓钩 全是空的 大家都很失望 突然 斯诺克叫了起来 有个东西拖了一下 大家朝神秘的绿色海水深处望去 只见有个巨大的白鱼从水下渐渐升起 一声巨响 一个巨浪把小船掀到浪间 折断的鱼线被扔到甲板上 然后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斯诺克妹胆怯地说 我们用缆绳做掉线 再试一次怎么样 斯诺克同意了 赫姆林从裙子口袋里拿出铁丝 把刀子绑在绳子上 又在刀上粘上肩柄 然后抛下海去 大家兴奋地等待着 这时 船儿强烈地颠簸了一下 把他们全先倒在甲板上 斯尼夫吓得尖叫起来 船已惊人的速度向前飞驶 那根缆绳绷得紧紧的 斯纳夫拿出口琴吹起来 伙伴们也都用力打着拍子 当他们几乎感到失望的时候 大鱼肚子朝上扶了上来 他们盯着这条从未见过的大鱼 心中充满了自豪 雨下大了 他们都成了洛汤鸡 姆敏特洛尔说 妈妈可能在为我们担心了 是啊 我们要回去让他们都看看这条大鱼 斯诺克说 他们靠了岸 把大鱼拖到一块大木板上 扛着它朝姆敏山谷走去 姆敏山谷已经成了一片汪洋 更奇怪的是姆敏家的房子盖满了茂密的青藤 窗户和门都不见了 斯尼夫发现了地下室的门 于是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往里爬 青藤常德飞快 很快就把门挡住了 走在最后的赫姆林被拦在了外面 他守着大鱼站在雨中哭起来 这时候谁也顾不得赫姆林了 他们在黑暗中行着 他们听见楼上滑铛一声响 随后传来了欢呼声 原来是姆敏爸在姆敏妈的帮助下 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 姆敏妈告诉姆敏特洛尔 一定是不小心把什么东西 扔进小精灵帽里了 弄得满屋子像个丛林 小伙伴们在丛林里爬来爬去 玩得很开心 只有姆敏爸的老朋友哲学家 穆斯克不高兴地叹着气 他躲进洗澡间的绝草林里 用手巾把头裹起来 以防什么东西长进耳朵里 这是一个愉快的下午 谁也没想起被青藤拦在地下室门外的赫姆林 可怜的赫姆林守着大鱼哀声叹气 雨慢慢停了 夜幕开始降临 赫姆林发现又出现了奇迹 茂密的植物像生长时那样迅速地枯萎了 树枝变得像萤火柴一样干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捡了一大堆树枝生起一堆篝火 然后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气 把鱼尾巴拖到火上 过了一会儿 大家砸开被青藤封住的门走出来 他们看见赫姆林非常快活 斯诺克看到大鱼被吃掉七分之一 没法称重量了 很生气 姆敏爸说 算了 现在我们来烧丛林 他们烧起了一堆姆敏山谷从未有过的大篝火 烤熟了大鱼 从头到尾吃了个精光 转眼间到了八月 姆敏山谷来了两个小动物 一个叫吴鸣 一个叫墨士 他们用一种其他的动物很难懂的语言交谈着 不知不觉走到了姆敏家门前 正要敲门 姆敏妈刚巧从窗口伸出头来 他们吓了一跳 急忙跳进地下室去 姆敏妈以为是两只老鼠进地下室了 就叫斯尼夫拿点牛奶给他们吃 斯尼夫一个爪子提着灯 一个爪子拿着牛奶 站在地下室门口大声喊道 喂 你们在哪 他没有听到声音 就生气地说 真不知好 连从前门进屋都不知道 真是愚蠢的老耗子 吴鸣和墨士被斯尼夫的责骂激怒 也骂起斯尼夫来了 斯尼夫一听一厢口音 就把地下室门锁上 去叫姆敏妈来 正在和赫姆林一起拨斗角的姆敏妈 听说语言不通 感到很为难 不料赫姆林说 我听得懂他们说的话 赫姆林来到地下室的台阶上 说 欢迎你们到布米亚来 这里有油奶 于是吴鸣和墨士就从地下室的 马铃薯堆里钻了出来 跑上石阶 走进了客厅 看到他们比自己小得多 斯尼夫也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 吴鸣和墨士住下后 总是不声不响 眼睛从不离开他们的手提箱 在这天临近黄昏的时候 他们开始焦急不安 像发了疯似的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最后他们竟钻到客厅的地毯下面躲藏起来 赫姆林奇怪地问 怎么了 墨士说 很可怕的格洛克要来了 大伙都吓坏了 母敏妈和母敏爸商量后决定武装起来 用家具抵住门 在客厅里放一个警钟 夜幕降临了 母敏爸在花园里望着树林的阴影猜测这个格洛克究竟有多大 最后他回到屋里要大家警惕着点 灯通宵不要灭 时钟打过两点 穆斯克醒了 他睡眼惺忪 翻身下床 蹒跚地走下楼去 拉开了抵住大门的沙发 谁知母敏爸放在那儿的警钟立刻鸣响起来 煞时 屋子里响起了尖叫声 枪声和巴哒巴哒的脚步声 大伙手持武器冲向客厅 直盯着穆斯克 格洛克在哪里 母敏特洛尔问 穆斯克怒冲冲地说 我想看看星星 母敏特洛尔为他打开门 不料格洛克正像个目击似的坐在台阶下面 他不很大也不怎么可怕 但谁也没勇气向他发起进攻 他一会儿便溜进黑暗里去了 他坐过的地方结了一层冰霜 这一夜平静地过去了 但留下了不少疑问 第二天早上赫姆林焦急地走到厨房对母敏妈说 吴明和莫是一直在谈手提箱的事 问题很复杂 我看这个手提箱好像是格洛克的 在斯诺克的建议下 大家决定举行一次会议解决这个重大案件 下午三点大家都来到花园里 穆斯克是格洛克的代理起诉人 斯诺克带着假发坐在一只箱子后面任法官 罪犯席上坐着吴明和莫是 辩护律师是赫姆林 证人是斯诺克妹 斯纳夫当法庭记录 斯诺克用小锤在木箱上敲了三下 宣布开始 斯诺克问吴明和莫是 首提箱是他们的还是格洛克的 开始他俩一个说是 一个说不是 后来吴明对赫姆林小声说了些什么 赫姆林点头说 箱子是他们的 里面的东西是格洛克的 是最美丽的东西 斯诺克妹叫了起来 说是格洛克不配占有最美丽的东西 斯诺克皱起眉头说 这是个很难断的案子 他希望大家安静些 让他想想怎么处理适当 花园里一片宁静 大家都秉息静待着法官的宣判 突然 刮起一阵冷风 太阳躲进了云层 四周阴森森的 格洛克嚎叫着向吴明和莫是走来 吴明和莫是吓得奸声大叫 斯诺克叫道 站住 格洛克 你同意吴明和莫是买手提箱里的东西吗 如果同意 要价是多少 寂寞岛上的金山够吗 格洛克站住了 冷冰冰的说不够 母敏妈觉得寒气逼人 决定回去取披金 路上她有了个主意 母敏妈戴着小精灵的帽子来参加法庭审案 她把帽子放在草地上说 这是整个母敏山谷最值钱的东西 它能长出山梅枝 果树和最美丽的 听从你驾驶的小白云 这是世界上最珍贵 最神奇的帽子 格洛克表示怀疑 要求掩饰给她看 母敏妈在帽子里放进几粒樱桃 当格洛克走进帽子时 几粒樱桃已变成了一大把红宝石 格洛克看了看无名和莫是 然后又盯着帽子出神 她思考了一会儿 突然一下抓起帽子 一声不吭 摇晃着身子 消失在森林里了 大家都为此案顺利结束 高兴起来 明亮的月光为整个母敏山谷 涂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花园里一场晚会正在热闹的举行 灯光下到处是餐桌 萤火虫穿梭期间 闪闪发光 冲天火炮骄傲地飞向八月的夜空 一声巨响 火花似箭 所有的小动物都抬头望着细雨般飘落的火花 欢呼着 跳跃着 望着渐渐上升的 黄澄澄的月亮 母敏特洛尔对斯诺克妹说 月亮上一定非常寂寞 可怜的小精灵还在那儿寻找她的帽子 无名和莫是也在咕弄着 原来他们看到大家对他们这么好 决定把那只手提箱拿来给大家看看 作为暴达 手提箱的盖子卡大一声打开了 整个山谷一下子被映得通红 箱子里是一颗像豹子头那么大的红宝石 它的光辉使焰火 灯光 月光都黯然失色 大家惊愕地跑上去围观 母敏特洛尔想 这肯定是小精灵要找的那颗国王宝石 想不到静在这里 宝石发出的火焰一样的光辉 被月球上的小精灵看见了 他立即断定那就是他正在寻找的 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红宝石 国王宝石 他寻找了几百年了 他立即跳起来戴上手套 系紧斗篷 把他所有的珠宝都扔在地上 骑着黑豹向地球上的母敏山谷飞去 大家围着红宝石 沉醉在奇妙的回忆之中 这时有只红眼睛的小白鼠从树林里溜出来 向国王宝石爬去 他后面跟着一只黑猫 大家感到有些蹊跷 吴明和墨氏更是惶恐不安 急忙把宝石放进手提箱 盖上盖子 正当吴明和墨氏准备把箱子提走时 那只小白鼠突然直立起来 并逐渐长大和变形 最后他变成了戴着白手套 长着一对红眼睛的小精灵 身躯几乎有母敏家的房子那样大 他坐在草地上 两眼直盯着吴明和墨氏 小精灵对大家说 我找红宝石已经找了三百年 当然我不能把他取走 那样做是一种盗窃行为 但是 我可不可以用两座金刚石山 和装满一个山谷的各种宝石来换呢 吴明和墨氏不同意 小精灵显得很苦恼 小精灵想了想 说 继续你们的晚会吧 我为你们施点魔法 自己也乐一乐 你们每人讲一个愿望 我可以使它马上实现 于是 母敏爸为自己的回忆录 要了个漂亮的书皮 赫姆林要了把采集标本用的铲子 除了吴明和墨氏 大家都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 难道你自己不能有个愿望吗 墨氏问小精灵 小精灵忧郁地说 我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只能满足别人的愿望 吴明和墨氏低估了一阵 说 你很善良 我们替你提个愿望 要一颗像国王宝石那样美丽的红宝石 小精灵微笑着把斗篷在草地上一挥 瞧 草地上出现了一颗王后宝石 它和国王宝石是一对 小精灵不再悲伤了 它轻轻地把宝石放进了斗篷 小动物们围着小精灵跳起舞来 母敏山谷从未有过这样欢乐的夜晚 小精灵在大家的谈笑跳舞中 向世界的尽头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